同學好,我們來看這個題目 題目告訴我們試解方程是 2x加1的絕對值等於5 則x等於多少 好,解這個呢 我們一樣先把題目再寫一次 2x加1的絕對值等於5 首先第一個動作我們就是先把絕對值給拆掉 我們可以改寫成 2x加1等於正負5 把絕對值拆掉就是這邊等號的另一邊加上正負 好,我們這邊再把x留著 等號的左邊x留著 把長數項移過去 正1移過去變負1 所以我們可以寫2x等於負1加減5 2x等於負1加減5 這邊有一個2 x有2的倍數 我們把2除過去 可以寫成x等於2分之負1加減5 好,這邊可以計算一下 負1加5等於4 負1減5等於負6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x等於負1加5等於4除以2等於2 負1減5等於負6 負6除以2等於負3 所以我們可以寫x等於2或負3 這題就是這個答案 2千金磺4分之負1加減5等於3番